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给自己的小孩,还有给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家里的老人,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不健康的食物了 大家好,我是青黄大叔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食物对健康最有害 俗话说,病虫口入 我们如今如此大面积的各种慢性病流行,包括糖尿病,都是吃出来的问题 每个人对什么食物对健康最有害,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也挑选了一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这个食物是博来品,绝对是从国外进口到中国的 说它对健康危害最大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高碳水,高油,高热量的食物 高糖,高碳水的食物,大家都知道会引发胰岛素抵抗,会引发多种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在内 这种食物呢,就含有很多的淀粉,还有各种糖类 这对于糖尿和普通人,都是不利的 第二个原因,它这种食物是长时间高温油炸的产物,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 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还会使得我们的动脉硬化,并且还有致癌的风险 第三个原因,它油炸的时候使用的是非常便宜的植物种子油 像是菜花油,还有转基因的玉米油 这些油的主要成分是Omega6脂肪酸 具有很强的导致炎症的效果 而炎症也是引起多种慢性病的原因 第四个原因,这个食物在油炸的过程中呢,它实际上是淀粉和脂肪在高温下的结合 这个会产生晚期糖化的中末产物,会影响我们的眼睛、大脑、心脏和肾脏 第五个原因呢,是它含有一种叫做丙息鲜胺的物质 这个是能够引起老年痴呆症的一种神经毒素 第六个原因,它呢,是和番茄酱一起吃的 番茄酱是含有高果糖的这个玉米糖浆 是容易导致脂肪肝和胰岛素抵抗的 而胰岛素抵抗,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它呢,是引起几乎所有慢性病的原因之一 除了玉米糖浆之外 番茄酱呢,还含有这个改性的玉米淀粉 以及大豆油 大豆油又是这种含这个Omega6比较多的这种植物油 第七个原因,是因为它含有草甘霖 因为呢,它是采用转基因的土豆作为主要的食材 在油炸的过程中,也会采用转基因的玉米油等等 对于转基因的食物,现在争议很大 有研究者相信,草甘霖呢,会改变一个人的微生物组 是有可能导致负面的健康影响的 那么,我所说的这种对健康危害最大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你也猜到了,它就是炸薯条 小孩子们好像都比较喜欢吃炸薯条 它是稀释快餐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青少年的糖尿病发病率已经上升了三十多倍 难道跟引路的这些稀释快餐没有关系吗 有这种炸薯条,还有它们这种高糖的碳酸饮料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给自己的小孩 还有给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家里的老人 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不健康的食物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跟着城外大叔随心所欲,青葱空糖